在這個鄉下的地方啊 住了一位具有特殊才能的奇人 而且聽說印尼當地的電視台啊 都一直跑來採訪他 所以在這印尼當地算是 蠻有知名度的 那邊有一位媽媽去問他好了 哈囉阿伯哥們 嗨 我各位請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附近是不是有住了一位 具有特殊才能的奇人 而且就是印尼當地電視台都有來訪問過他 蠻有身體對 喔是我自己 是這位媽媽啊 就是你 那媽媽你在這邊幹嘛 在賣蛇 媽媽我們可以看一下你賣什麼蛇嗎 可以看一下喔 這箱裡面都是蛇耶 而且你看剛才那個弟弟啊 就一直在上面踩來踩去 都不管他也不怕 喔好多喔 這 這裡面都是蛇耶 蛇已經 抬起頭來囉 蛇抬起頭來 媽媽你這裡面的蛇有沒有賭 阿大阿 阿大阿阿 媽媽 哇 哇 好長一條喔 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好 好啊 沒有關係 當然沒關係 因為他不是咬你是咬我 他這個 這個蛇 感覺很兇喔 而且他一直想要鑽 鑽到鑽到鑽到 我跟你講抓蛇 抓蛇要抓這邊 啊哈哈哈 是不是 欸我也是有學過的齁 抓蛇要抓這邊 他才不會咬你 這是什麼蛇啊 看大姐一副不利亞和善的模樣 沒想到抓起蛇來 是一點都不馬虎啊 不過大家現在一定很好奇 這位人稱蛇媽媽的大姐 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讓他登上當地的奇人排行榜 畢竟 如果只是賣賣蛇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欸有幽小蛇跑出來 幽小蛇 幽小蛇鑽出來 鑽出來 先把他蓋去 鑽出來 哇他衝出來這條蛇 OKOKOK 他賣 看這個蛇賣得好精簡喔 哇 我看到他 他勒住我了 他勒超緊的 媽媽已經放掉了耶 你 就這樣 就這樣放掉了 他就不痛 對你不痛 你沒有看我手都紅了 你沒有看 我兩隻手扎炎了這麼多 他這個 弄超緊的啊 他這邊超緊的 你先幫我把這隻蛇放回去好不好 我已經被他鎖手了 這個我現在要怎麼辦 什麼東西刮到我 喔是媽媽的手刮到我 咬到了啦 咬到了 咬到了 一瞬間 一瞬間 被他的那個牙齒 就是 輕輕刮到 就整個都流血了 雖然大姐說 這查理蛇沒有毒 但是鋸齒狀的立牙 刮在皮膚上 還是有種痛不欲生的感覺 只是說也奇怪 這蛇雖然無毒 怎麼說也算是兇猛成性呢 可是眼前的小弟弟 卻是開心的表演起與蛇共舞 兇狠的野蛇 也瞬間變成了他的小寵物 究竟這一家人和蛇之間 有著什麼樣的特殊淵源 傷口啊其實 開始變顏色了 我不知道是正常還是 不正常 你看得到嗎 這兩個 骨頭的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顏色也是紫色的 這個骨頭的位置 是正常的皮膚的顏色 而且他現在血流不止 我不知道我沒有被蛇咬的經驗 我不知道是 這樣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可是媽媽剛才都一直在笑 一直覺得 她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什麼 很正常啦 沒有毒啦 不用擔心啦 什麼 我現在還會笑 等一下我突然不會笑 然後嘴巴流泡泡的時候 記得送我去醫院 那個時候千萬不要以為我只是在玩 我是在吐 扣吐白沫 沒想到在印尼 小剛纏遭人生第一次的蛇紋 不過此時蛇媽媽卻說 被查理蛇咬到 只能算是小小的考驗 若想知道蛇媽媽的看家本領 就得跟著她到山腳下的森林裡 據說那裡可是村子的境地 若是沒有三兩三的功夫 很可能是有去無回 媽媽 你現在要帶我們來這邊幹嘛 這裡有路 媽媽立向覺活是找蛇抓蛇 那你的工具呢 用手抓 用手抓 媽媽你用手抓蛇 媽媽那你在裡面是 都抓什麼樣子 山楂 山楂 山楂啊 這是大蟒蛇的那種耶 對 媽媽這麼小一個 然後又是女生 那個男生都不一定抓得了耶 那個山楂那種蟒蛇的力量很大耶 媽媽那麼小一隻要去抓 抓這個山楂 不會吧 就拼媽媽這麼小的個頭 真的有辦法獵捕大蟒蛇嗎 該不會他擁有什麼爵士武功 還是特異功能吧 再說一進到這片森林裡 不就等於進入了大蟒蛇的地盤嗎 光是要找到他的長生之處 就已經是難上加難 或是沒有眼觀四面 更難保大蟒蛇不會從背後偷襲 而說時成那時快 只見媽媽的腳步越來越急促 最後停在一處草叢 這難道是有了什麼發現嗎 媽媽不要亂跑啦 我找不到你啦 媽媽叫我噓 怎麼了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有發現 蛤 媽媽拉我 有欸有欸有欸 有沒有看到 好大一隻喔 他就爬在樹上有沒有看到 他有遮蔽物 然後那個樹葉這樣蓋住 你真的媽媽不止 你真的看不出來 以為他是一隻比較粗的樹幹 媽媽怎麼了 有發現是不是 有發現是不是 有發現有發現有發現 看到蛇了 媽媽剛剛站在這邊 然後他好像在觀察他 他頭抬起來準備攻擊了 蛇這樣 嘴巴這樣 抓起來 媽媽 媽媽你不要嚇我 他咬到了 他咬媽媽 而且我發現媽媽都不管耶 這個蛇有沒有毒啊 你就這樣抓 還好 因為媽媽有戴這個手套跟長袖 他可能 你看 咬住了 吔 這個蛇大概 百貓還是算小蛇 這個 他 因為你看他的頭 其實已經很長喔 他的頭 還是小小的 他的壓制 應該算很細很小 齁齁齁 眼前的畫面也太衝突了吧 看起來 喝哀可親的媽媽 一瞬間化身成 專業的捕蛇達人 聽媽媽媽說 她以前也很怕蛇 抓蛇通常是先生的工作 後來先生出了車禍 他才不得不學著抓蛇 慢慢的從小蛇抓到大蛇 無毒蛇抓到劇毒蛇 現在更成了泉意泥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蛇媽媽 媽媽 你不要亂跑啦 我找不到你啦 媽媽叫我 怎麼了 怎麼了 這邊有發現 媽媽拉我 有欸有欸有欸 有沒有看到 好大一隻喔 要去爬在樹上有沒有看到 還有遮蔽物然後那個樹葉這樣蓋住 你真的媽媽不止 你真的看不出來以為它是一隻比較粗的樹幹 這片森林也太恐怖了吧 活生生一條巨蟲 就...就掛在樹上 簡直跟電影裡的場景沒什麼兩樣嘛 聽媽媽說 因為這裡常常傳出毒蛇咬傷人的新聞 所以大家都不敢靠近 久而久之這片森林就成了野生動物棲息的天堂 蛇當然也就越來越多囉 現在這個這樣子是要怎麼去抓它啊 有 難不拉 不要 不能嚇到它 要慢慢慢慢的靠近 媽媽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喔 你幹嘛媽媽拉我 媽媽你不要嚇我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這樣野生的在外面 欸媽媽媽媽 它在吐蛇性了 它在吐蛇性了 代表它已經知道我們在這邊了 媽媽 你看像這樣子的這個山楂大概多大 有三...有三四公尺啊 三四公尺已經比小剛還要高很多了耶 而且你看它的...它的那個...那個身體啊 其實已經比...不要講媽媽的手臂 已經比我的手臂都還要粗了 它這個一定非常有力 根據小剛我的觀察 眼前的巨蟎少說比媽媽的身高高出了三四倍之多 雖然我們一直很擔心媽媽的安全 也很想幫忙 但是...完全不知該重何下手 結果就變成了一大群男生 全部...躲在媽媽背後的可笑畫面 唉...真的是給它死去啦 它這個被...被它攻擊到不得了 它這個...顏色其實蠻漂亮 它這應該已經是... 它應該已經是長成年的蛇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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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蛇氣他已經生氣了 欸媽媽 媽媽剛才都嚇到然後...縮回來了 會怕是不是媽媽會怕 啊娘威啊 怎麼連你也嚇得倒退一大步啊 小高...我開始有種感覺耶 覺得我們好像是一群霧露叢靈的小白兔 熊媽媽啊 你可是得振作一點耶 有什麼拿手絕活 快點全部都死出來 不然...我們可是得36D走回上車囉 因為牠這個應該已經成年了 所以牠不是像那種小蛇 剛才那小蛇可以這樣子 隨意就一手 像牠一手就抓住牠 現在媽媽把牠拉住了 牠要走掉 哇 好有力喔 拉不回來耶 媽媽你小心一點 不要被牠咬到 我現在要抓住牠的尾巴 不然我覺得牠會把媽媽 牠會把媽媽纏住 抓到了 抓到了 有沒有看到 超長的 超大一條的 而且牠的 哇 牠超有力的 牠這個身體超粗的 因為這一段超粗的 感覺好像剛才抓的過程 還蠻順利的 因為牠只是想到 就是要躲開我們 還沒有攻擊我們 媽媽 牠平常這樣抓這個蛇 都是這麼溫馴嗎 沒有 就像媽媽剛才講 一定要慢慢慢慢的靠近 所以你不能動作太快 那媽媽牠這個會攻擊人嗎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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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喔 所以媽媽之前有被攻擊過嗎 有被牠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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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電影都是騙人的 把大蟒蛇說得好像是 來自地獄的吃人怪物 人血兇殘 還會耍心機 結果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聽媽媽說 大蟒蛇 並不會主動攻擊人類 除非你把牠給惹火了 否則 通常牠們也是先開溜再說 嘿嘿 看來今天的收穫還不錯 那麼 可以打到回府啦 QA QA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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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這樣 你這樣子綁可以嗎 等一下我先清洗一下 有沒有看到 大哥現在要先把這個 等於是這個毒給吸出來 就對了 你這是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要拿辣椒 那個毒會抓辣椒 等於是他先除了辣椒 然後把他擠出來 這個毒會被辣椒抓住 然後就可以把他擠出來 這應該是 等於是當地抓蛇 應急的方式 現在要到一個 對對對 這個被眼睛蛇咬到不得了 雖然他是小蛇 可是眼睛蛇從一出生 毒性就是一樣強 只是毒的量會多寡 OMG 面對致命的眼睛蛇 沒想到爸爸還能冷靜處理 絲毫感覺不到緊張的情緒 看來捕蛇雖然是 收入不錯的行業 卻也是危險性極高的工作 一個不小心 可能連命都會不見 而為了替我們壓壓驚 媽媽也準備了一米版的阿比亞 讓我們好好的補一補啦 媽媽現在就是已經 把這個都處理好了 然後現在就是 一杯是這個蛇血 對 然後這一杯 這杯不知道是什麼 媽媽這杯是什麼 蜂蜜跟人參啊 蜂蜜跟人參啊 哇 這麼 嗯 喔有有有 欸 他這個聞起來 怎麼有點像 枇杷包 枇杷糕的味道 好像枇杷糕的味道 因為聞起來就涼涼的 現在媽媽把 現在媽媽把這兩杯都混合在一起了 像台灣我們是 泡酒 就是蛇血 然後加一定 比方說高粱啊 或者是那種米酒 他要一定濃度的酒精去沖它 然後再喝一下 一次喝 但他這個不是加酒 他是加 人參跟蜂蜜 還蠻特別的 先喝喝看是什麼味道好了 OK媽媽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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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耶 他的味道其實 喝下去沒有血的味道 一點血的味道都沒有 有點澀澀的 所以我嘴巴會殘留一個 澀澀的那個味道